路邊的小姐姐 人家用餐用到一半 向一向都背起來 看路邊 因為向一向很大車 竟然是有一個阿門頭 為旁邊的見到沒有路來 只要跟車說破一段坑 這車是要去阿門嗎 不知道 又是阿門頭 一小時沒車 那路車後平的十方法都破掉 路來的阿門頭有夠大地 可知道當時車主人沒有在車上 沒有事情就大掉了 出來看的就是因為前面車頭 都沒有事情 沒有看到後面石頭掉下來 所以他剛開始還是以為說 每個事情知道的石頭在哪裡 怎麼樣 竟然這條通報在家為劉鵬蘇山 事情發生在車後中 民眾在家六港吃宵夜 又拜拜 車剛才停好去旁邊吃宵夜 想不到 以外就這樣發生 我們都有保公共危險 然後我們老屋 我們之前也都有在檢查 所以這個怎麼掉下不知道 我們馬上就又再來 再派人再重新再檢查一次 車子隨即遭樓房儀式樓上 剝落之水泥塊 砸破這個後檔或玻璃創 遠景來聯繫這個屋主造場 雙方已經互留資料 我自行談妥賠償事宜 出租說雖然建築物有較久 但是都有定義順減 也有保公共有多險 已經跟董事車座雜新好幾 交付保險公司來處理 最重要的事情 美食新聞 中華報道